日本外相上川杨子与中共外长王毅周六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试图解决日中近期发生的争端 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APAC峰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一系列关切的问题后 上川杨子再次提出中共取消对日海鲜禁令 释放被拘留的日本公民等要求 上川杨子在会后发表评论时表示 与中共外长的会谈重点是发展日中两国之间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同时他呼吁中共立即取消针对日本的出口禁令 并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上川杨子还表示日中将努力透过对话解决争端同时承认彼此立场的差异 周日上川杨子王毅将与韩国外长朴正举行三边会谈 日韩中三方峰会始于2008年 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以及三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自2019年以来三方一直没有举行年度会议 周日的三方会谈可能会为恢复三边峰会奠定基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名誉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名誉统合